嗨 大家欢迎收视频 现在先是12月31号 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 首先说一下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 这个视频呢 就讲一下这几个东西吧 大盘循环境 然后2020的股市情况 这里是我自己的一些猜想 只是猜想 然后再回答一下一个是VTR 我说一下这个股票 我非常的感兴趣 我可能我其实之前有关注一段时间了 只是我没有买吗 因为当时我关注的时候 我发觉这个故事 等一下 我当时其实发现这个股票是不错的 就是是我喜欢的类型吗 但是呢 当时价格有点偏高 也就是我其实带 股票在今年的这一段时间吧 就是看一下 在这一段这一段时间 其实我就 我在就已经关注了吗 但是我 其实我当时在这里就已经关注了 但是我后来就价格有点 有点偏高吗 因为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过去 如果在月线图的话 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样实在这个价格就是有点偏高吗 后来我在想能不能等到它下面以后吗 就最好能够能等到 这附近的价格吗 但是呢 看起来是很困难 但是现在价格加到这里的话 我其实我是挺感兴趣的 我跟大家说些嘛 这个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股票很不错 非常非常感兴趣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 在产线投资里面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公司真的是表现是 如果从1999年的2022 2000年的第一天开始到现在吗 表现是非常可怕的 我等一下跟大家看看 他是说 超过了大盘不到很多倍 四四六十倍 是多少倍文几了 等一下跟大家来说一下 然后的话 再回答一下这个TLT的是Bund ETF吗 这个是 呃 这个是 TLT是20年的TREASURY BUND ETF吗 然后 问题是关于现在是不是一个买的进场的时候 那为了找相关的信息吗 后来去去这个地方去搜索一遍 就是在 呃 在这个地方吗 啊 我搜索一下这个TLT ETF吗 有什么特征 我特别去Google里面搜索一下 后来的话 在Investpedia里面有做一个不错的解释 我觉得挺不加的不错的这个 我等一下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这几个东西吗 这几个 我首先我说一下这个止损了吗 我今天已经测了这个 呃 测了这个 然后买了一个波音 波音我加了一个 我们来继续看看什么情况 我波音是 我是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已经测了吗 然后现在又 那今天的话在 我是只在30号的时候吗 下午的时候我再买进去 我们看看明天又会出现什么情况 还有就是 我这个可以关注一下沃尔马 我说沃尔马最近的价格很有意思啊 基本上在那一代 嗯 基本上这样子吗 等一下再看一看 然后的话 先看看大盘快速的看一下吧 那么今天的话大盘有一些回调了 回调了 回调了 在在哪里 我看一下 我在这里 先看看大盘情况 我觉得现在这个大盘的价格 是比较有意思的 做下回顾吧 好不好 做下回顾 那么 之前的话呢 其实我是觉得不是太好 在这一段其实有点牵强吗 呃 牵强 后来 那么这一道是没有 没有停下来 没有停下来 用五分 用那个小时的图 你可以看到直接打下来了 后来到了这个地方 也就是这道 这道房线是我 之前我已经画过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我之前看一下 那么这一道房线呢 我个人看法就是明显要比这里要好很多了 这里就是开始效率比较强一点了 最强一点吗 然后的话我们先看看这个情况什么情况 那么现在的话是这样子吗 在这个地方 低 然后这是 这里是 这里后来又出现了 又出现 出现了两次的反弹吗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它确实有很明显的下降 那后来马上回来了 这又下降又回来了 然后现在的价格在这里 现在是时间是 31号的凌晨3点多 今晚有点迟今晚 我现在其实 有点困现在 我现在想赶紧说一下吗 刚才我在想一些其他的事情吧 那么现在价格降下来了 我看了看头面新闻吗 没有什么大的新闻 其实今天刚才有个新闻还算是好消息 是中国的制造业的一些 发生一些数据吗 是正面的 是50.2 跟市场预期呢 差不多 市场预期是50.1 也就是说 这个是说明说中国的这个 这个manufacturing是 是这个 凡是好的吗 是上升吗 是增加的 那么 嗯 usfuture point 出的还是哪里还有一个 open 其实他这个是有点慢的 他这个CNBC的新闻有点慢 他这个是在1点38分的时候吗 你看大家看一下这是 12月31号19年的1点38分凌晨吗 我现在的时间是3点10分 所以说很明显的话 这里到这里速度慢了一些吗 但是现在的话整个大盘看才是 嗯 几乎是没什么变化现在 那么我那但是光从技术面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一道房心吗 是3234这附近算是一个比较强的房线在这里吗 当然有没有可能回到这里呢也有可能 但是呢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更加强一点 呃一般来说我看那个大家知道 如果看那个candle state的话一般来说尽量以那个close为主吗 所以说虽然说他有web这个叫web虽然打下来 但实际上有回到了这个点吗 呃所以说还是以这一道还是比较更强一点的 是322级这一代吗 这里如果在房线打下来的话就轮到这里了 但是这里我个人觉得是3204这里是更好一点 但是这一道房线也是非常关键的 然后再回答一下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有些人 如果说日线的话其实在这一刻要撤掉 就是在之前我上个视频讲过吗 有些人如果是按照曲线曲线图作为测长的原则的话 其实那么也就是说在上一天就要撤掉 在这里这一段吗这已经没有维持住 这里你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道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这一道房线已经一旦没有坚持住 这里马上下来了 然后的话 对现在其实我个人感觉有点 有点不是很妙 你看从这里 有点有点这种感觉吧是不是 嗯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去做这个个股吗 现在吗 因为这种旁边如果按照日线图的旁边我是不会进场了 已经如果说是当然已经迟了吗 你进场也是在之前进场 这里突破的时候进场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至于小时图的话按照一小时的话 呃这一代其实是可以留意一下明天的发展 看看能不能够 又来一个 呃绿色的一个candle 在这里有所访他吗 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这里如果再下下来就要轮到这里了 然后就刷这里吧 但是我觉得这一代啊 可以留意一下 这一代 这一代可以留意一下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强一点这一代 好现在是看看什么 现在就看看石油 嗯我看一下是30号 30号了我可以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基本上跟我回顾一下跟那个上个图吗 这一道防线的话还是比较强的 那么在今天的的30号的时候 这个是我上一个视频画过了吗 之前画过了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在这一段时间的话确实是比较强了 这个是两个点的交叉点吗 这个交叉点 这里一个这里一个所以说非常明显 这里现在该马上回来做这个又下来了 所以说这一道还是比较非常强的防线在这里吗 这一支撑着 然后的话下一个是黄金 黄金的话很有意思的黄金的话 可以回顾一下我上一个视频 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是在当时的话有些人就是最好在这里进场吗 这里第一次这里再补仓再加一次加码一次 然后继续往前走了吗 现在的话防线就是已经完全在这里面了 已经突破完成了 然后的话估计下一道防线在这里吗 可能会继续长到这里 那如果对于做长的人来说现在已经迟了吗 在之前的话这里是最好的进场地有机会在这一代 现在已经不是进场的时候 我至少至少做长的人来说吧 做就是做多的人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意义了 此时此刻现在已经走到一半了 只能说 所以我想说一点是什么 就是按照我的一些做交易或者说叫投资方面 在损价格方面 就是说有个概念是这样子 就是一旦价格 我一般来说是你偏你的多几 偏你的一偏你的一定程度吗 我就不管他了 这个就是你就是说不要去追高吗 就是我们英文上叫FOMO 是什么叫fear of missing out 有多人就是这样子吗 fear of missing out 就觉得太迟了 要赶紧怕怕太迟吗 就这样冲进去再买进去吗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价格已经差很多了 因为在这里的话你的下一道房现在是下面 那也就是如果你在这里买的话 理论上讲只算是要设在下面 这样的话这个距离很大 谁说输 谁说回调的时候吗 你这个就是race reward的盈亏比就不好了 这个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好 基本上这样子的 环境的盘面还是比较 就是老样子吧 没有什么可能讲太多了 然后现在看看什么新闻吧 简单的看看新闻 刚才是 ok 那我现在发觉这现象 就是我上一个视频跟大家讲过 就是我现在发觉啊 就整个市场 因为价格很高吗 所以整个总体来说很高 特别是科技股之类的很高很高价格 那么现在的话有些买家 我之前讲过吗 现在开始逐渐继续回到这个一个是呃这个叫什么房地产开发的板块 另外一个是 是这个发电的 所以说你可以观察一下今天的话 其实SPG 嗯 包括这个VTR 就是我今天等一下讲的VTR的表现还算不错 相对于整个大整个大环境来说吗 是不错的 还有SPG还有其他相关的像欧之类的这些房地产开发股票都是不错啊 因为比较保守的股票都表表现的不错吗 包括这些发电股这类的 所以说非常明显的 现在 那么 我讲到这里呢 我就直接跟大家联系一下2020年的股市情况吧 大家应该有印象我在2019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做视频的 呃那段时间吗 回想起来我之前 呃最成功的一次也是我做视频一个比较好的大的一个转折点吗 就是一个是主要是在当时做夸夸卡那一单大家应该很有印象 夸卡那一单就是很多人也跟着我进去也装了不差 我甚至也收到留言说这是他有史以来 涨幅最多的股票是那个夸卡我还有印象吗 我当时说过就是呃这个怎么说来着就是2019年了 我做下简单的回顾吧其实我本来不想做回顾 因为回顾的话整个视频会做的非常长吗 我就简单说一下吧夸卡的话真的是我今年应该来说是最成功的一单 呃排第一名吧我在这里买进去了吗 这里买进去吗 现在是这里吗 我当时还我还继续持有的 只是常在投资方面吗 另外啊我之前其实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应该有印象我在这里买进去吗 后来我这里还做了几个短线的也做了几也做了一波吗 啊这也做了一波长线的话 呃画错了 啊对这一我是在这里这一带买的吗 然后另外一个长线的话 买的再下载在这里还另外一个是星巴克 好像很多很很多非常成功的案例的非常多非常多今年的话真的是投资方的表现也是我由谁最好的应该非常表现比大盘好好一些吗 呃像雷神呢这是非常成功的BLK的洛克希的马丁呢呃基本上非常顺利 好不不这样不要想不想说太多了 那么我现在已经过去的事情吗就没有必要讲太多那现在讲我当时我记得我我跟大家讲过两个板块一个是医药股板块是吧有印象吗医药股板块吗这个板块表现还是医药股是什么来着医药股板块表现挺好吧 另外一个是这个 unh是什么 wow my god真的是太可怕这个股票 哇这个是从这里讲到这里的呃还有好几个医药股医医药板块吗我当时有讲过吗healthcare我回想起来当时我跟很多人很很担心这个板块吗说什么特别是民主党很多人担心民主党单身之后会有一些影响 那么当时很多人也发信息问我可不可以买我后来我跟大家讲 我说 这个民主党的话是很难改变这种形式的因为很多因为美国的话这个商业的那个 影响力很大吗很很多情况下 正就是 反正有点勾商 不是不是不是 政商就在美国的政治体制里面大家应该很很清楚吗就是正这个商业界的影响 商业界对政治正决策政策方面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吗 呃所以说我觉得一些民主党人想改是非常非常难改的改变目前这种形式吗 呃还有当时就是说为什么买这些产线主要是因为就是本身的话公司啊 业绩非常好没什么问题只是因为政治因素某些其他因素导致的价格困件吗 那么现在就回到效尉 大家一忘记这种事情马上就回来了是吧 还有另外个板块是军工股票 我这里就就不多说了哈非常明显了军工股票 那现在我们就说下2020年的情况吗 但是我现在2020年我自己总体感觉我个人认为2020年的话 啊市场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回调 比如说20%是可能肯定是很难的我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 现在的话你美国大选还有大概是呃 呃11个月是吧应该是11月我11月份吧2020年吧 那么在这段时间股票如果说有什么回落的话 那么川普的我们这个总统吗 川普总统将会尽全力一切手段保住大盘 因为他绝对不能够让大盘出现 就是像2018年底那种大的降幅吗 所以说基本上可以说今年的贸易战啊 至少从现在到到这个呃 到这个叫什么来着啊 总统这个选举这段时间啊 今年整个明年几乎一整年 在选举直到选举结束这段时间 应该来说我现在看了相关的这个新闻 时事新闻评论吗 我也当然我也做我自己的分析 我因为我平时我看很多这种也做看些内容的话 我也要有自己的分析吗 我觉得哪个比较看我会分析 我个人认为还是认为是 可以说是已经不贸易战已经停战了 已经结束了暂时结束了 至少暂时结束 所以说整个大盘 这也其实也是为什么说这段时间股票 一直涨的原因就是在那个中美签了那个 Face 1第五周 但其实一直以来整个股市啊 回想起来这一整年来说 总的来说其实大家也知道 这只是一个 其实别人一直以来 大家没有把这个贸易战觉得会 会真的会大大出唇 因为中国的话 因为 两国之间的贸易实在太重要了 所以说市场一直认为 中美之间一定会迟早会签一个协议 或者是停战 所以说整个市场的话 一直处于这种 任何一个下跌的马上就回来 任何一个下跌马上回来 下跌回来 下跌回来 因为整个市场因为 一旦有什么大的下跌 总统马上推特马上 发什么就是马上开始说什么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吗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只要是川普任内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保持这种情况 但是 要是说有没有会出现百分之十的回调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有的 但是二十的回调我觉得很难 五的回调 百分之五的回调 百分之十的回调 我觉得几率是挺大的 但是十二十趴的话 我觉得 当然我不能 我不能够说一定不可能 但是我觉得 我们因为做交易做投资吗 都是讲几率吗 我认为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OK 然后的话 对 这就是我对整个 就是在整个市场的话 总体的感觉 就不会很 还有点就是我认为 明年的整个2020年的整个盘命 是出于比较震荡的形势 因为 为什么 就是说 我感觉 首先价格已经偏高了 偏高的情况下 就是还是 如果有下降的话 马上 总统会出来讲话 所以说整个盘面的话 我认为会出现一个 比较震荡的形态吧 就是说 不会长了很多 肯定 我是无法想象 2020 会像2019年 涨的同等幅度 我觉得 我是 我觉得 几率比较低一点 比较低一点 所以是会呈现 这种类型的盘面 我个人觉得 就是像这种类型的盘面 OK 就是震荡的盘面 而这种盘面 是我比较喜欢的盘面 大家知道 我是比较喜欢做反弹 做震荡的这种盘面 所以说 我是比较喜欢的 这样子 所以说 我对2019 2020年 还是有比较高的期待 然后的话 至于我个人感觉 就是2020年的话 还有点就是 我觉得至少在上半个阶段 我觉得 医疗就是 不 sorry 就是包括像我刚才 这位 上一个上一位观众的留言说 这VTR这种类型的股票 就是RING 就是房地产开发这个板块 我觉得 你看比如像这种各股票 欧吗 欧这里就是大家就看到了整个趋势吗 整个上来的是吧 整个形态是吧 非常明显 继续上向上走吧 包括SPG 就是整个叫RING这个板块 将是 2020年的头彩 就是开始阶段 至少在 第一季度 就是1月到2月份 3月份这一段 开头这个阶段 我觉得这个板块 很有可能是表现 前三名 就板块方面吧 我不敢说第一名 但是可能会排的比较前 我个人感觉吗 就是这个 就是房地产开发这种管理这个板块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D 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 发电人员股这方面吗 像DUK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DUK 我之前 我这里有个短信也在这里 就是我之前在这里买了 大家应该有一些吗 在这里买了 然后来我已经撤掉了吗 在这里已经撤掉了 还有就像AEP的像这种类型的 人员的这种股票吗 应该来说 会跟这个房地产开发比较类似 年头开发比较板块 板块比较好吗 然后至于其他的板块 其他的板块像科技股 我觉得 我是不敢碰了 怎么长线投资的话 根本是无法想象科技股 当然科技股个别几个还是价格还是OK的 比如像是IBM 像是Cisco 这些的话 在今年的下半部分 这样表现比较不大 不怎么不怎么理想 我这下来可以 但总体来说科技板块是非常的股价 估值很高了 它有点有点离谱了现在 OK 然后的话 反正还有一句是说有点循环 市场是这样循环的吗 就是说前一段时间 比如说就是有一段时间可是科技板块比较好 比如像这一段时间这几个月 军工股票的话就是Aerospace Defense这个板块的话 表现算是一般般 但是之前头半年的话表现的中间那段表现的非常好 还有就是我记得是这个 这个像医疗保险这个板块吗 是吧 就是最近的话就稍微慢了一些的 但是 我看一下 UH嘛 最近还不错 但是我记得当于 在这段时间嘛 中间表现非常好 后来就下降 这又很好下降 所以说它有个循环嘛 但是OK 基本上这样子的 所以说这两个板块可见 其他板块其实不好说 但是呢 我比较喜欢 法律场开发跟 这个人员这方面 嗯 OK 好就这样子吧 我我这里 我说先是 自己解释一下 我这里指的主要指的是 中场性 或者做的放几个月这种类型的 这种这种类型的 就以月来为单位的 效率比较长一点的 这样子吗 大概一两个月 但其实如果做短线的话 可以用利用这个背景为趋势吗 也可以做短线 但是短线的话当然 进场跟测场的话 效率比较关 留意留一点 效率比较注意一点 好 好就这样子吧 然后的话 谢谢讲什么呢 今天话没有什么新闻吗 新闻话也没什么新闻 我看看 彭博 这里都没有什么新闻 可以 可以讲太多了 然后接下来就 回答一下问题吧 回答一下问题 微软说 然后现在看看 回答一下VTR 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股票我非常感兴趣 我先看看VTR 股息已经涨了八年了 它这配奥 ratio是不算的 不能按 因为我们平时的股票的话 配奥 ratio很重要吗 按照Ear per share算 但是这种类型的公司像 REIT就是这种 这种 real estate investment 这个trust 这种类型的股票吧 不能够用这个配奥 ratio来算吗 因为他们因为它不是按照EPS来算的 它是按照FFO Found from operation 这个是多少 它是按照FFO来算的 不能按照Ear per share算吗 那么现在Ear per share的话 FFO的话 我刚才看了一下嘛 我算了一下 当时VTR的话 最近一个季度是多少呢 它现在是每年的配奥 配奥啊 每年的quarter sorry annual 一年的话 -4-3块1毛7 3块1毛7 除以4的话等于多少 差不多是8毛是吧 每股每个季度要发8毛 而现在它的FFO 现在就是它的现在的 这个利润啊 先能达到大概是9毛 刚才上次是9毛几吧 9毛7 9毛8 所以说还是非常还是按照 瑞的那种标准来算的话 还是非常的充足了 完全够了 大概80%左右 但是它像他们这些 房地产开发一般来说股息都是这样 这些收入的百分之八九十吗 算是很正常的 它并不是像我们 比如像其他像波音或者说是 说是说是什么或者说是Lucky这种公司吗 百分之二三十三四十吗 但是这种类型的公司都是平时都是在百分之八九十 但是好像我记得是因为光是因为政府要求还是什么 OK现在股息是百分之五点六八 已经股息涨了八年了 好像你股息还有一天就发了 也就是明天 也就是明天 已经迟了 你如果说明天进场 股息已经不行了 你要在三十号买进去 能够拿到股息 但其实无所谓的 明天的话开盘这个股票是要下降的 因为要抽料 你可以注意一下 大家看一下在过去的三年里 他的股息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二点二五 这个有点慢 有点慢 你可以看一下他之前的股息的表 你可以注意一下是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在基本面方面 基本面 我看看基本面方面 然后这个公司 他主要是做跟剂脑院有关的 跟医疗系统 医疗包括 英文的话就是这个SENIER 我看一下在这里啊 OK 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看他的官方网站 怎么怎么形容他自己呢 Liquidity 1.8 billion 连续9年 这个dividend growth 但是我看到他这里另外一个数据是写8年 反正差不多 反正不用想的那么细 我也没去研究到底哪个正确 然后FFO啊 他的收入啊 就是他种他这种房地产的收入吗 这种类型的叫fonds from operation 因为他们这些公司是不以earning per share来算的 所以说他是以这个来算的 然后的话是每年是成长是自2001年到现在 也就在18年的时间里 差不多18年左右 每年增加9% 20年的这个years of operation Enterprise while you're 39 billion 平均啊 1999年到 since 1999 到现在每年的回报率平均是23% 大家看一下在 非常可怕 ok since 2 他是他这里是王是从他什么时候呢 上次中 来想一下再这样 根据彭博社吗 for the period beginning 从1999年12月31号到2019年9月30号来算的话 你看这里是这个时间段是吧 多少呢 多少呢 回报率呢 涨了6200% 6268% 大庞是涨了197% S&P500 然后另外一个read 这个read也是他同行的 是房地产的指标吗 同行吗 平均是他们是多少呢 是index是百分之1000 1048 而他这个ventus的这个公司啊 是涨了6268% 但是我要说一下大家看一下 他说房年平均率是23% 你可以注意一下他这个价格是 其实这个价格不能够算 他是算当时这个地方的价格 我看一下这里算下 ok 我先这里要解释一下 他这个价格是以这个地方来算的 就是百分之六千多吧 涨了百分之六千多 就是百分之二十三年租率 能年增长率 他是以这个地方9月30 他是以这个地方价格来算吗 但是现在价格已经降到这里了 但是我们反正 这个表现也是远远远远高于大盘吗 当然说说是当时说话说回来 他是这一段时间的表现 至于未来的表现 未来的表现我们也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会不会还是像现在这样子 过去这十几年表现那么好 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还是有这种增长速度吧 但是我觉得比如果超过大盘的话 几率还是很高的 因为他本身股息每年就已经百分之五点几 也知道 大家知道大盘的话 大家知道 他的平均增长率啊 就过去大概是70年是百分之十是吧 差不多吧 但是他这个公司啊 我们不说其他光是股息就已经有五点八级了 也就是他自己本身股票在涨百分之四点几的话 就已经达到大盘的标准了 然后的话看看其他的数据啊 他是新年号行中文应该翻译成养老院是吧 进老院养老院吧是吧 百分之三十三是进老院 他的地查里面吗 OK 百分之二十一是这个 我也不知道很清楚是做什么的 反正还有这个蓝色是medical office 其他是research innovation health system loan 基本上还有一些rehab 跟医疗系统有关的嘛 这种进老院的医疗系统有关的这种 是我个人觉得比SPG啊 这个这个股票我感觉啊 这个行业比这个SPG啊更安全 因为SPG跟那个O嘛 他是属于retail就是 shopping mall跟那个店嘛 这种美国那种很多shopping center 其实大家知道很多美国shopping center 现在其实日子并不好过 所以我感觉相比之下 VTR这种类型的板块就是做 做这个进老院跟老人有关的这种 或者说医疗系统吗 医院这种有关的 也有医院 我说的是还有医院吗 医院他们他也有一些医院的地产吗 这个是其实更加安全 更加几乎是无法想象能够破产了 我无法真的是很难很难想象 OK 然后的话看一下他现在全世界 我刚才有看过有 有一千多个好像是一千多个地产好像 看一下在哪里 刚才有看到在哪里 刚才有看到在哪里 我现在看到在哪里 大家看一下 现在他现在 总共有差不多一千两百个 property 在美国加拿大跟英国 这里面有735个是senior housing 360个是medical office building 34个research innovation center 这个我就不知道什么东西了 health system我也不是很清楚具体的 是什么nursing facility 哇这个是医护 是医护这个nursing facility 这个我不知道中文要分析是什么 还有三个international hospital 这个数据它是以2019年的第三季度来算吗 它这里面是没有包括已经卖掉的地产了 卖的它就没有双进去的 这个是目前已经就是2019年第三个季度 目前所拥有的 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漂亮 这个公司我非常喜欢 我其实我带好几个月前就已经看到了 好像我好像我前几 我好像有在视频里面有跟大家讲过这个公司好像 但是因为之前价格太离谱 有点真的很高 我要考虑一下要不要买进去 我自己要不要买长线 要不要投资进去 我现在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OK 基本上没有什么缺点 然后现在话说话说回来了 那么有的人会说 那为什么这段时间降了这么多呢 其实就我我也不是 为什么这个地方降了这么多 那么我们首先光是从 这里就是股票的这个技术面很重要的 technical analysis 很明显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 OK现在在这个地方 你看从这里见到这里 这是业绩报告出来吗 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些 买家 就是大的买家 啊 big institution 有些hedge fund 可能觉得 这个地方价格 他想要 就是测掉 因为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地方价格 在74块这个附近吗 我稍微看看 这个地方很明显价格已经达到原来的在从2013年到现在的最高点 所以说这里有个很明显的一个阻力在这里吗 很明显吗 对吧 可以可以 其实这个有些人啊 他们可能就觉得不想等了 我可以不想等了 他觉得哎呀我这里已经撞了够了 嗯 先去撤掉吧 是就撤掉 然后呢就 那么有这些人可能从这里买进去吗 我相信这里有相当相当多的大的基金啊 大的投行或者说大的那些 就是操纵股票一些一些 一些放 不管是什么放 Mutual放 Hedge放都可以吗 这里这里杀进去 很多人这里杀进去 然后呢 可以这样交易员是非常大这里吗 然后呢这里杀进去之后呢 这里买掉 然后有些人很多人就撞了这个插中间的插价 撞了很多吗 然后撤掉之后 然后现在这样就回来了 然后现在的话 我在我在12月12月的 12月16号15号这段时间又有买家杀进来 已经有年轻两个星期有很多买家杀进来了 现在吗 可看到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价格已经开始回来 然后的话 当然最理想的价格能够降到 降到 能够降到50块左右最好 49块45块 但是呢 我现在看起来是很难降到这里的 那么对于做长线的人来说 或者做一些 其实我至少至少对这一道防线 这一道 这一道 然后有的人会问可能要不要这里买进去 我就要看你自己吧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是考虑长线的话 我觉得即使它这里没有上升啊 到了这里也会上升 所以说只是早晚的问题 那如果说你这里 不买进去 你等到他这里买再买进去的话 那会出现一种情况 也就如果说他这里上涨的时候啊 你到时候会后悔 当初为什么没有 你知道吗 就不要再等了 就买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准备放几个月半年一年的话 根本就无所谓 你知道吗 那你随时会出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啊 特别是做长线的人 我跟你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啊 不要去太在乎那百分之十二十的这个啊 就价格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知道吗不用太差 当然不能够太差 也要做一定的分析吗 呃就不要太在乎 哎呀我为了那个等那百分之五啊 我天天等天天刚查股票 那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意义不大 因为你回想起来时间过了多长时间 你会觉得真的意义不大 然后的话 对还有种情况就是你可能会从这里买 还有一种情况就这里买进去 如果他见的话 其实这里可以再买进去 如果这里再见就不能再买了 就这里是最后一次再买进去可以 就有时候可以分两次吧 我觉得这也是也是一种操作方法 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这里一次性买过就不用管他了 买进去吗 像我通常我通常买过后 这样子就直接买进去 如果他见的话也不会我也不会这样嘛 嗯不会去管他 嗯这样子吧 ok 然后这就是基本上这种情况吗 然后 呃 这里是一道防线呢 这里还有一道防线 下一道防线要轮到 轮到这里 轮到这里 再下一个轮到这里的 所以说这里是一二三 ok 呃 看着办吧 我不想在视频里面直接跟别人说你要在这里买 到时候这里建起来那怎么办 我也不想负这个责任吧 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股票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不用多久啊 也会涨到这里了 七十五块这附近 啊 好就这样子吧 相当的不错啊 相当的不错 这个股票非常有意思 啊因为这个他所涉及的这个这个地产啊 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抵抗力非常强的 然后下个说话TLT啊 TLT啊 我们以这个来说啊 这个文章解释非常清楚嘛 这个是二十年 二十年的这个TREASURY BOUND 嗯 这里是最后呢 我呢 这真的FEDERAL RESERVE RASE THE RAID LONG TIME AGO 但是呢 其实理论上讲他就讲过他简单的翻译一下就是说他说如果说经济好的话他说一般情况是如果是经济是好的话真的好的话 if the economies 我出力的故事的FEDERAL RESERVE RASE THE RAID 但是呢结果呢 FEDERAL RESERVE根本就一直remain 这个位还是表示很低的 如果这里是关键这里是这句话 RASE REMAIN ROW WHICH IS GOOD FOR TLT 那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在接下来我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们现在这个联储局嘛 POWELL嘛 已经说了很明显了 他说我们明年可能一整年啊 很有可能都不会升息 他已经讲过了 他除非要看到通胀有明显的上升才会考虑加息 而当时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当时整个市场反应是非常正面的 那么我我们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 这明年应该大半年至少时间应该是不会 RASE不会上升的 除非有非常明显的通胀 那么我就问大家你觉得明年至少上半年 你觉得我们会美国会有很大的通胀上升吗 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可能 我觉得不 我觉得可能性几率非常低 好 那是这样子 那我们已经确定整个形式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TLT的情况 也就是说整个大环境是保持这个趋势 OK保持这个趋势啊 那我刚已经画过了嘛 那现在的话 第一道防 第一道防线就是 第一道support是在这里已经非常确定 有些买家也在这里杀进来了 一个123456 在6天的时间里啊 整个价格都在这里持续的这个上下徘徊 那么我感觉这里的第一道防线在这里嘛 然后至于能涨到哪里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这个是这样子吗 如果按照这里有可能是第一道防线 第一道阻力在这里吗 第一第二第三 这也是第四的 所以说第一道防线 第一道阻力在这里 第二到第三第四 那么这里的话 现在已经防线已经进来了 这是first的第一道support在这里 也是一个比较强的support 我感觉吧 这里如果再降下来可能会降到这个地方 就在130这个附近 OK 所以说这个这个这个形态的话 基本上就这样子了 OK 很乱是吧 然后简单的再说一次吧 就是这里这里是第一道防线 接下来的话可能会到这里 再下一道防线可能会在这里 这里其实也有可能 但是呢 还是那句话吧 嗯 我会不会做 其实我不怎么爱做这个TLT啊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TLT的这个价格波动啊 很慢很小 大家没有注意到 它的价格波动很小很慢 所以说我更我更喜欢去做个股吧 可能波动快一点 它这个价格波动真的是很慢 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地方 如果价格能够降到这里的话 这一道防线也是非常强的 OK 然后的话 这样就这样子吧 看下吧 还好 我再总结一句话吧 现在视频基本上就讲到这里 哦 还有就是跟波音要不要要不要讲波音 算了不用讲了吧 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做一段啊 看看明天能不能在这里反弹 止损都已经设好了 目标还是老目标 看看能不能从这里涨到这里 其他方面 看下 看下 看下关注 嗯 关注的股票 沃尔玛对沃尔玛非常的漂亮 这一段 非常的非常好的一个sport level在这里 Felix 其实我今天观察这个ban啊 大家留一些ban这个股票今天的话 非常的一个漂亮一个sport level 我要再加个ban 这一直在这里回调吗 也不知道做什么哦哦 这个是银行呢 不是不是跟好像储蓄好像跟你才有关了 那其实我今天其实是发现很多做空的股票可以在主力附近的包括Cisco 跟大家们说一说吧 Caterpillar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不是Cisco不能算 这个也是BKNG 很多现在股票都在主力附近现在很危险 很多其实 大家就要看你自己选择吧 你喜欢做长还是做空 这些这些红色的这个标识啊 待会我解释一下 红色的标识很多都是在我 关注的一些在主力附近的就是 理论上讲是可以做空的 理论上讲 都是在主力很强的主力附近的 OK 黄色都是我觉得 比较呃在support 绿红色是在这个 resistant附近的 然后的话就还是差不多吧 就讲到这里吧 然后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大家新年快乐 还有就是 呃 明年要干什么 我现在还不想说太多 有时候你如果说跟别人说你明明要做什么 结果到时候又没有做成 别人会说你这个人说大话 所以说有时候我还是 今年不要讲太多明年的打算 呃看着办吧看着办 OK 呃有些计划比如像有些有些强法 有些计划 原来是说要做结果一直没做 呃 以后再说吧 接下来 好就讲到这里吧 接下来看着办 我觉得 呃2020年我主要会做交易会比会比多点 因为接下来现在很多股票的价格都很高的话 很这种情况下 其实做投资的话 选择是非常非常少 现在 然后的话 呃我可能明年的话 会把更多的资金做短线的这个交易嘛 会大大大大上升的 我可以跟大家讲 大大的上升 同时我会 同时开多开几个股票账号 呃账号 或者期权 包括期权之类 多开这个账号 同时 我来比一比到底哪个表现比较好 我会自己私下做 自己实验嘛 其实我有时候做股票 不管做交易 我更喜欢做实验 用实验来形容嘛 因为我觉得是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进步吧 就收集数据嘛 收集数据 然后的话 那么最后再最后再跟大家讲几句 就是做交易的话 我也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情况 就是说你做交易一开始阶段 如果你一定要用真钱的话 尽量用最少的资金 最少最少资金去做实验去做完吧 呃等你可以 赚钱了或者不亏钱了 到时候再考虑要不要做 要不要用真钱嘛 逐渐逐渐 呃其实你可以尽量 在开始那一段学习阶段 呃减少成本 有很多人真的是亏了很多钱 知道吧 还有一点就是说 呃多花一些钱去学习东西嘛 你当然也可以自己网络上找 像我之前的话 回想起来真的是花很多时间去找 其实回想起来真的是浪费很多时间 呃不要不要怕花钱 知道吧 不光是买书呢还好了 呃教程呢都可以 你可以都可以是一个月 几十块钱 你都给试一下 然后不喜欢就测很正常 这样子啊 各个方面都都可以考虑一下 呃还有一点就在交易方面 嗯 我要说一点就是 很关键一点就是 就不用太在乎 不用太在乎 这个单子有没有赚钱嘛 赢就是赢 就是赢就是 事业要看又用看管一点嘛 就是 你不要太在乎这一年单 接下来三四单五六单能不能赚钱 你要关心的是接下来的二十单 三十单五十单一百单之后 我还能不能够存活 我会不会爆仓 你知道吗 就不用太去在乎 接下来我我这单能不能赚钱 就像我打个比方吧 像tlt 哦你这时候讲哎呀 我打个比方吧 你不用再想哎这里哎呀我这里买进去的话 会不会出现 会不会止损啊会不会亏钱啊 会不会要不要再等一等 你知道什么就是 呃就是你会觉得哎要不要等一等啊 这里会会会损失是吧 会不会止损 那你就不敢买了 到时候涨的话你就觉得哎呀 我当时为什么不早点买 你知道吗 但是主要是你把亏损跟止损盈亏的比比做好就可以了 包括波音这一单 波音这单我现在刹进去了 刹进去了 也许明天就亏了 也许明天亏了真的 我现在已经我是在今天 呃下午的这一段 嗯 我是在这段时间买进去吗 买进去之后 然后呢 当时在想可能尾巴会反弹吗 三点已经当时已经三点多了 结果呢他在最后的 最后的这几分钟啊 呃十几分钟 又降下来的 你知道吗 那么明天会不会被打掉呢 当然有可能 但是我并不在乎 如果下一次再遇到同样的旁边 我还会做同样的事情 没有任何的犹豫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不在乎一单 两单 三单 四单 十单 二十单 因为我已经 我在我主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在分险管理方面 我做的比较好吧 就是 不管怎么亏 我都不会 可以说都不会报场 我可以这样很直接跟大家讲 因为看到啊 就是 你 OK 我讲已经够多了 OK 就是你分险控制好就可以了 啊 不要太在乎 接下来这一两单几单 能不能赚钱 一般也就是 开广 广一点嘛 还有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 还有点 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经验 就是你多开几个账号 尝试一下不同的操作系统 不同的不同的时 这个我们叫time frame 是吧 就是就交易级别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翻译成级别 很奇怪 我们英文叫time frame 这个时间嘛 你可以尝试一下小时日线月线周线 OK 不同的不同的东西 你尝试一下看看 你适合哪一个 你知道吗 也许 你突然发觉哪一天 哎呀我其实更适合做周线 当然周线确实是很长 但是呢也许你周线可以赚钱 那你就要不要放弃了 我是这样子 我在学习过程都是这样子 我尝试不同的操作系统嘛 哪一个赚钱呢 我就保留了那种操作方式嘛 当然在过程中要稍微调整一下 哪个操作亏钱的不赚钱 我就把那个系统扔掉不要了 你知道吗 就是不断的塞损嘛 不断的优化 不断的优化优化优化当中嘛 OK 还要说什么呢 就讲到这里吧 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明年的话 我现在不想说太多明年有什么打算 因为很多事情可能会发生 OK 就先聊到这里吧 好 拜拜 我们下次再聊 OK